有很多购买液压炸油机的客户会私心问道 为什么你们的同行有的液压炸油机是一块压力表 你们的为什么是两块压力表 这个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两块压力表连接的内部构造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中一块压力表直连高低压联合泵 测的是高低压联合泵的实时压力 第二块压力表直连的是液压油缸 监测的是油缸的实时压力 任何时候这两块压力表的压力同压 无论油缸是在上升或者是下降的过程中 压力表指针应始终保持一致 所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为安全着想 如果只有一块压力表 当压力表损坏时无法实时监测到液压炸油机的压力 此时另外一个表起到一个备用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两块表在液压炸油机工作时压力指针是完全一致的 用一块表也能满足要求 但是我们深知安全的重要性 可以少用一块表节省成本 但是丢掉的是客户的一份安全 除之前我们所讲到的 我们的液压炸油机采用行业最高指标的材质 以及加工工艺就是为了确保安全 上压力表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方便检修 当液压炸油机经过多年使用 如果出现不上压的情况 可以根据压力表的异常表现 准确及时的查询到哪个模块出现问题 这就是使用双压力表的两大作用 所以产品的质量是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面 在您无法感知的地方 我们也要做到精益求精